裡面的 有一個剛剛提到的 我把他用清單模式 用清單檢視 這樣比較清楚 清單裡面有個黑名單篩選 有沒有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康乙符是這個 就是樂透彩 中獎機率統計 這一題跟這一題 這兩個 然後其他的話有興趣自己在玩玩看 那這都同學問的問題 我覺得還不錯的 比如像黑名單篩選 那這個黑名單篩選裡面的話 就會有一個什麼呢 一個這個黑名單篩選的範例題 跟黑名單篩選的那個程式寫好了 當然你可以先把這個檔案下載下來 下載的方式很簡單 點他之後上面有個箭頭 你就把這個箭頭點下去 然後他就下載下來了 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你把它開起來 裡面就是會有三個工作表 那這個三個工作表裡面的話 第一個就是要找的黑名單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黑名單 總共有兩萬多筆 第三個是找到之後 要放在第三個裡面 就我剛剛講的啦 那你要用什麼方式來做啦 當然也有人可以摸一整天做不出來的 也有人可以按兩下 自動就會有答案出來了 那這邊的話 啟用 編期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三個按鈕啦 不過這三個按鈕 你可以暫時先不用理會他 主要就是第一個 這個是查詢名單 也就是說他每天呢 他的工作裡面呢 他老闆都會給他很多名單 這個Ctrl向下 五千多筆 對不對 然後呢 黑名單 有多少筆呢 Ctrl向下 兩萬多筆 不過這個兩萬多筆 他還跟我講說 這其實他已經是截錄下來的 並不是 只有這麼少 可能會更多 然後呢 要找的查詢結果 請你告訴我 這裡面的話 有沒有在黑名單裡面 有的話呢 就 給我 就放在這邊來 怎麼做 比較快呢 方法很多啦 其實每一種方法就是一種效率的指標 對不對 當然你也可以慢慢摸啦 如果你不趕時間的話 可能可以摸很久 但怎麼做 最笨的方法當然不外乎就是 怎麼樣呢 一個慢慢查五千多筆 笨的是 先把這個 Ctrl C 是不是 然後再切到黑名單裡面 Ctrl F 查查看有沒有 有的話這邊做個記號 沒有的話 換下一個 那這樣的話 你要做到 民國哪一年 才可以把五千多筆做完 會不會有人這樣做呢 應該會有 因為沒有更好的方法吧 對不對 那比較聰明的做法是怎麼樣呢 其實 很簡單 用什麼 用Count If就可以了 OK Count If Count If剛剛不是兩個參數嗎 第一個參數是什麼 要找的 對不對 範圍 要找的範圍 第二個要找什麼 找這個東西啊 所以要找的範圍就是這個吧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以後 因為要等下要選 從第二例一直選到兩萬多啦 我是覺得 不好選 我覺得比較簡單 就是說你乾脆把這個範圍變成 這個範圍變成一個名稱 用名稱按F3 再代 代表 這個 那怎麼做喔 要不要放A1 Control Shift向下 意思就是說呢 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他的 欄位名稱 跟他底下的資料全部選起來 利用公式裡面有個叫 從選舉範圍建立 這個所謂的從選舉範圍建立 就是說 我要把剛剛這個範圍 我選了 包含什麼 包含上面的名稱 那他會問你說你的名稱在哪裡 就是在 頂端列嘛 所以你記得喔 頂端列打勾 那他會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會自動幫你在名稱裡面 管理員裡面 增加一個叫黑名單 那黑名單的範圍呢 就是指的是A2 到A的兩萬多 有沒有 因為我剛剛有把這個選 主要包含這個黑名單的名稱 在從選舉範圍建立的好處說 他會你就省打 黑名單三個字啦 正規做法是 就選A2 一直到往下 然後再選建立名稱 我想這個名稱 應該有用過吧 這個方法非常重要 尤其是 大量範圍的時候 一定要用這個方法 不然你光選 每次都選 選到有點想要吐血 那尤其是V度盤數 也會用這個方法 所以這個我想先講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按確定之後 以後的話就是 黑名單 記得是A2 一直到 有沒有 你要直接從選舉範圍建立說 在名稱觀點裡面 確定一下 如果你這個範圍不正確的話 請你自己再去更定一下 更正一下 就從 就像個兒的確定說的 就像方法跟隨手說一樣 就像方法跟隨手說一樣